当伴侣和异性在一起时 以下哪个身体接触行为 最令你不能接受 A 勾肩搭背 B 搂腰 C 摸头 D 玩手臂 勾肩搭背 搂腰 摸头 这哪个也不能接受啊 你看看 搂腰吧 谁搂谁腰 谁搂谁腰都不接受啊 我最接受不了摸头 第二是玩手臂 反正一般我俩走街上都是我挽着玩手臂 这样比较绅士 绅士啥啊 不是 我是这样 我挽着人家 我是这样 那她是怎么样 她就正常 该揣头揣头该走走 那你结婚的时候不都是这样 结婚是这样 女方这样挽过来吗 对 我还是觉得不接受搂腰吧 好 摸腰不行 摸头不行 摸头我觉得可 那我选摸头吧 那我选摸腰吧 其实这两个我觉得都不太能接受 摸腰跟摸头哪个更暧昧呢 摸头吧 摸腰也暧昧 我觉得除了A之外 其他的我想不到合理的场景 你要说喝多了 勾肩搭配一下 那也可以 其他场景想出来都不太合理 对 我记得之前有一次 我一考的时候 然后张硕 我们不是也拿大心理箱吗 然后有另外一个女生 我跟女生也不熟 张硕那时候在追我 然后我这边箱子什么的 我自己拎都够呛呢 她不来帮我拎 然后看到有个女生 那女生就跟她说两句话 让她帮忙 她把我抛下 然后跟我去帮那女生 另一行李箱走得很远 这个你们能接受吗 我手上有行李箱啊 对 那肯定不行 对 我后来跟她复盘这件事了 她说她当时没想那么多 就是觉得是朋友帮了一下 但这种类似的事情 后来在我生活中 也发生过很多次 就包括现在确立关系之后 等我生气她那个 对朋友比对我好的点了吗 懂懂懂 我觉得男生 因为我们很在意他们区隔 就是对人 你怎么判断这个人 喜不喜欢你呢 肯定是对你不一样 对你比较特别 对你比较特别 你在追我 我觉得你应该对我特别一点 这很正常 你产生一个不舒服 不愉悦的心理 我觉得很多女生 都可以理解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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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